Hello 我们今天要来看Unit21 企业的发展这一个相关单元的单字小券的解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大题 A到F选项 第一个单字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单字叫Breakthrough Breakthrough 这个through这个字是有从这一端 穿越过去从这一端出来的这个动作叫做through 那break这个字有突破打破的意思 所以打破眼前的僵局 然后还有办法through这样穿越过去前进的这样状态 就是突破 有个突破的重大进展 这个叫名词Breakthrough 这个字很漂亮 好 第二个字叫merger merger 字尾加er的通常都是一个名词字尾 那以前我们都学呢 字尾加上er是指人 但这边的名词字尾呢不是指人哦 而是指一个事件 它这边的是一个名词字尾 但是表达的是一个事件哦 那我们看它的动词 来先学它的单字动词叫merge merge 这个字在下方 动词merge 当作动词是指合并的意思 merge with someone or something 所以呢当你想表达A 他呢merge with B 他想和B来做合并 他们想要加起来呢让生意更大 譬如说7-11 decide to merge with全家 那这样7跟全家就会合并起来 这是merge with someone 和谁合并的意思 那字尾加上er merger 那就指合并案 是一个合并的事件 合并案 好那我们看它的例句哦 在我们的单字本上给的例句是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two companies was made the stock price wins got high 这个after呢是连接词 连接主词一 这个announcement是主词 动词在这边 好这是动词 什么叫announcement 这就是宣称 这个宣布的事件 好我们翻译成宣布 好那什么叫做merge merger 这个叫合并案 所以老师会这样翻哦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merger 我会翻译成 在这个合并案的宣布之后 那这个合并案呢是借在between the two companies 借在这两间大公司它的合并案的宣布之后 这个宣布被被med的逼动词加PPL被做出来 当这两间大公司之间的合并案这样的一个宣布事件被med的被做出来被说出来被发布之后 这样的stock price他们的公司的股票价格 来这个stock price stock stock是股票 price呢是价格 他们两间公司的合并案之后 他们的股票就怎么样 瞬间呢go high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wind是变成哦 就顺便变得像天价一样高 sky high sky high就像天空一样的天价了 非常的高 好这叫merger 好再来第三个单字叫analyze 通常ize结尾或者是yze结尾都是动词字尾 像我们之前有学过的ize结尾的 或者是yze结尾的都是一个动词单字 analyze是分析 他的名词呢各位可以帮自己看一下 来名词叫analysis analysis s i s结尾 名词 i ze结尾 动词分析 逐选项modify modify 很小微的小幅度的修改跟更改 修改更改叫modify f选项 e选项engine engine是引擎 e n g i n e 是引擎自尾加上er 专门做引擎负面方面的人 专门专门在引擎方面的人我们翻工程师 engineer 最后一个chain chain就像这样子 一个链子扣着一个链子 一个链子扣着一个链子 这样是一个chain 所以chain呢有东西是一系列的或者是一连串的 后来就变成像连锁垫一样一个扣一个 一个扣一个这样子扣下去 连锁垫 好那我们看他的例句1 the board of director director director这个字有指导的意思 board是董事会 这个我们之前学过 所以所有的董事会里面的所有的director 指导人 指导人 在董事会里面的所有指导人 那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一样翻译成董事会就好 就是能够执行 整个公司未来走向 是否要做投资 或做什么样的重大决策的人 我们叫董事会 the board 你直接用the board就可以 那也可以直接学得更清楚 the board of director the board of director 翻译成执行这些事情的董事会们 这些董事会们呢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主词是这个字哦 真正的主词是the board of directors 你看这个director是S 但是这些指导人呢 他们是一个团体 他们是一个team 他把这些所有的人 这些投资的或者是执行长 他们是一个team 这个主词是他哦 董事会 他把这一张桌子 这一整张桌子 坐在这周围的人 全部都当作是一个team 所以这样一整个董事会 把他主词当作单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动词也是单数 好 这一整个董事会里面有80个人 但是这80个人都只是一个board 是一个董事会的 一个像是一个集合名词哦 所以动词用单数 什么叫looking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 这三个字翻译成期待 所以呢 董事会里面 不管是股东或者是老板 不管多少人 他们就是一起坐在这个桌子上 这个桌子 这个board是单数哦 动词用单数 整个董事会的人 全部大家都一起在looking forward to 在期待着这个benefit 在期待这个利益跟好处 这个利益好处呢 是accruiting accruing to 什么是accru 就是逐渐增加 它的原型动词是 A C C R U E 各位可以帮我把这个accru 写在下面 这是它的原本动词原型 这里是去掉字尾加上RNG 赤掉字尾E加上RNG accru就是逐渐累积 逐渐带来 accruing to 就逐渐带给谁 所以呢 所有的董事会的人 都在looking forward to 都很期待着这个利益 是来自于accruing to the company 这个利益会逐渐带给整间公司哦 从哪里来呢 from the merger 他们希望从这个合并案之后 from来自于这个合并案之后 所带来的accruing to the company 所带来的这些benefit 这些利益好处能够带给公司们 好 那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色块哦 通常你只要看到红色色块 就要有很很敏感的知道 老师要特别讲这是先行词 后面粉红色是我的关系子句 所以这个关系子句 我会把它翻译成形容词 就是呢 from the merger 来自于这个合并案之后 能够逐渐带给公司的利益 有没有 你看我会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来自合并案后所带给公司的 是一个好长的形容词 来修饰前面这个benefit 前面这个利益是我的 好 我的先行词 好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merger 这一题答案是merger 那就是我们的V选项 也就是合并案哦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V 好 这题答案是V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题 第二题呢 we just need to slightly 什么叫slide slide就轻轻的 字尾加上ly是轻微的 稍微稍微 we just need to 我们呢 只需要去干嘛 只需要做这个动作 对于我们的project 来 各位什么叫project 这个字路还不会就不行咯 project就是企划案 对于我们的企划案 我们只要稍微的做什么动作 and before handing to 什么叫hand the A to B 绞交A给谁 这是hand something to someone 绞交这个东西给这个manager经理 所以before we hand the project to the manager 在我们把这个企划案呢 hand the to 绞交给经理之前 其实我们只需要再稍微的修改 所以这一题在考modify 修改 这个动词要填的是修改 来修改怎么拼呢 叫modify 这是modify 轻微的修改 好 所以这一题就是我们上面的猪选项 这题答案是猪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 The students were told to 这三个字是被动语态 叫做被告知 学生是主词 动词是被动语态 学生们 他们通通都be told 被告知去做什么事 要去做这个buying behavior 什么叫buying behavior buying是买 behavior是行为 所以两个字合在一起叫做消费行为 他们呢被老师们教授们告知要针对这个buying behavior 这个购买行为呢 要去做分析的动作 好所以这一格这个动词 这个空格填的是分析 分析怎么说 analyze L-O-Y-S-E analyze analyze 分析 好 所以他们要分析的是购买行为 来自谁呢 of customer of customer 是借习词片与当行动词来翻 顾客的 而且这个顾客他们呢 age的 他们的年龄age的 40 to 49 年纪是借在40到49之间的顾客们的行为 这个购买行为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analyze 我们看analyze 答案是这一个 动词叫分析 好 这题答案是C 再来我们看到第四题 that firm 来这个单字有些同学 光是这个字就会卡住了 什么叫firm firm这个字是公司哦 这个帮自己详去 firm这个字公司 这件公司呢 已经达成了一个真实的突破 已经达到了一个真实的突破了 来这个achieve achieve是达到 a real 一个真材实料的突破 他们用什么 他们有什么 因为他们有着这个success 有着这个成功of the new product 因为有着这个新product叫产品 有了这个新产品的成功势力 所以整件公司就因为 今年这样的新产品has achieved 已经达成了一个real 这个叫做breakthrough 这一题要填的是突破 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题答案是a 来我们拼拼看突破怎么说 突破就是你打破眼前的关卡叫break 打破之后还能够through一路往前走 throug 这个叫breakthrough breakthrough和在一起是一个单字哦 突破重大的进展 有一个很棒的进展 好 再来第五题 devi clan 这个单字很漂亮 c-l-a-m-c-l-a-i-m clan这个字是动词叫宣称 devi devi呢 他clan的过去是ed 我们的devi呢 在过去前几天 他宣布了自己呢 to be 成为 这个to be可以翻译成成为 他宣称自己能够当一个engineer 他希望自己 他宣称 对外宣称 他自己就是一个to be an engineer 这边是一个职位 所以这边填工程师 然而呢 来这个黄色的 这个橘色 这个是一个连接词哦 这个yet 就等于but 虽然呢 他都clan 他都对外宣称 他是个engineer 他是个工程师 然而 but he cannot fix nothing 他没有办法 fix是修理 他不会修nothing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他可以fix 他可以修的 所以他就是有点怎样 言过其词 对不对 就是说大话了 他并不是engineer 好 那我们的工程师 就是这个单子哦 f 是我们的e选项 e选项 好 这题答案是e engineer 工程师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大题 第二大题的第六题 according to 来 这两个字应该不陌生了 这个to 他是介细词哦 他是个介细词片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加名词 或ing这边是名词 是新闻 according to呢 中文翻译成根据 according to翻译成根据 according to 根据呢 这个news是新闻报道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然后这里这个橘色 这个绿色的这个片语呢 各位值得你记哦 当你想要表达某件事情很有可能 某件事情很有可能 你就可以说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就翻译成很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有一个极大可能性 什么事情呢 that 后面加上事实 这个stop price of the B&T company B&T公司他们家的股价 stop price 他们的股价呢很有可能哦 也许会怎么样 比他之前的previous 各位帮我把这个previous 画起来超级重要 previous 这个字翻译成之前的之前的 很有可能他呢会 现在的股价会比他之前的 high of 40 previous high of 45.89 US dollars 他之前的股价是45.89美金 还会再比这个45.89美金 还要在previous 比这个之前更高的 还要再来的更高 会超越的意思 好那这题可以帮我打个心 这题的翻译叫不好翻哦 所以呢 很有可能根据这个 他们最近的媒体新闻的报导 根据这个新闻就很有可能 叫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后面加上你想表达的名词子句 好所以这个名词子句呢就从这里 一直到这里 这是名词子句哦 这整件事情很有可能 所以呢这个start price 这个叫股价 股票的价格 这个整个BNT公司的股价 也许就会整个超越他之前的价格 之前的叫previous 之前的叫previous 之前高达45.89这样的金额 所以这里要填动词 它能够超越自己以前的天价 再更加上去 这题答案选的是a 我们叫做surpass surpass 好越过pass超越过去 叫surpass 答案是a 剩下的b invent是发明 还有创造编造虚构的意思叫invent invent 所以我们的发明家 我们都会说是inventor inventor 字尾加上or 表示做这个发明动作的人 好再来c选项叫design 这是设计 然后merge呢是动词合并 这三个动词都不对哦 只有这个a超越才是我们要的 第二题 第七题 in order to 这个to翻译成为了 后面加圆v 圆形动词 in order to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增加 这边打错了 好 in order to increase 为了in order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这里有个单字叫competiveness 什么是compete 是竞争 那competiveness competitiveness是竞争性 因为compet compete 这个字老师先把它画起来 compete这个字本身就是竞争 你可以把它写在它的正上方哦 compete compet 这个字就是动词 就叫竞争 后面去掉字尾 e加上etive competivity 是竞争的 字尾再加上ness 变成名词字尾 好 所以呢 有竞争力的叫competivity competivity 就是形容词 字尾加上ive 的是形容词 再加上呢 ness 变成名词就是竞争性 好 所以为了呢 in order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为了去增加呢 of our company 他希望增加他们自己公司的整个整体竞争性 要增加竞争性 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是be welcome 是被欢迎的哦 而且还是被encourage的 什么是encourage encourage这个字就是鼓励 所以是被鼓励的 而且是被欢迎的 各位都可以看到这个是逼动词加PP 逼动词加PP 这种被动语态 好 所以如果想要增加公司的competivity 这个竞争性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 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innovation innovation这题答案是猪 要让我们的创新 innovation 创新我们的革新 还有新方法 能够被提出来 可以被welcome 被欢迎 被encourage 被鼓励 好 这个同一字呢 就是novelty novelty novelty跟innovation 都是指创新的意思哦 好 剩下的a institute institute 这个字当名词是学院 或研究院 institute这个字也可以当作动词 叫实行 实行什么企划 b呢 brand 品牌 c呢 chain 一连串或连锁店 所以我们答案是猪 好 再来我们可以看多看一个单字 叫innovation 创新 他说呢 innovation 一个人如果能够有innovation 有创新 就能够distinguishes 这个字叫做区别区隔动词 创新能力是可以区隔出 借在between a leader 一个领导者跟一个follow 一个追寻者之间能够做区隔 所以你是领导者呢 还是你是个follow 你是个追寻者呢 端看就是这个东西 叫innovation 如果有innovation就能够做出distinguish 能够做出区别 好再来看到第八题的CEO has determined 各位帮我自为的ed画起来 这个has是助动词 好 助动词加上pp 这种叫做完成式 中文会翻译成已经 然后呢 后面这个动作他已经做了 好 所以呢 CEO是执行长 执行长已经 这个determine叫下定决心 好 所以执行长已经determine的 已经下定决心要to do 去做下一个动作了 to the factory 对于这个factory factory是工厂 他已经打算要把这个工厂怎么样 把它现代化 因为他已经太老了 要稍微跟上时代 even if 这个这两个字翻译成即使 even if翻译成即使 即使这整个现代化过程将会cost a fortune 将会花费掉一个很大的财富 好 这里的橘色 橘色荧光笔画起来的片语 cost a fortune cost a fortune 字面上翻译成花费掉所有的财富 所以就是花费一大笔钱的意思哦 来 请帮我把花费一大笔钱 写在这个cost a fortune的下面 好 所以他决定要去怎么样 determine to to modern 哪一字 你会看到modern 什么叫modern modern叫做现代化 字尾加上ize就是动词 就是使这个modernize 使这个现代化呢 产生动作 使它现代化 要把它更新 要update 要更新它 所以整个CEO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determine 他已经have decided的 你也可以换成这个字哦 下定决心也可以做这个 用decided加ed也可以 所以他已经做了这个determine 他已经做了decided的 to to modernize 这题答案是A 他打算要现代化整家工厂 我们看B B是progress progress 这个字当名词是进步 当作动词也是进步 那当作名词或动词都可以用这个单字叫advance 这个字advance也是有 名词的意思跟动词的意思都是进步跟进展 叫progress 好 再来C invent invent 发明 analyze analyze 这个是动词字尾 分析 好 所以答案是A 第九题 if your invention 如果你的invention 有看到这个字是发明啊 我们刚刚才看到他的动词 invent 发明 动词 名词 shin invention 名词 if your invention invention isn't protected by by什么 pattent 来这个单字一起打个型号 这里有个重要的单字 就是这个字 叫做专利权 然后把这个字画起来 这题在考专利 答案是这个叫pattent pattent 答案是b if your invention 假如 假如你辛苦的invention 你的发明 并没有被protect 什么叫protect 保护 b动词加pp就是被保护 假如你的发明呢 ezen protected 并没有被保护 被谁 被这个叫做专利权 叫pattent pattent 没有被pattent保护的话 那这样子就会很多其他的人 也许就会steal 会偷窃 偷取 偷走你的ideal 所以要去记得申请这个叫pattent 好 就是专利权 很重要 剩下的A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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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是长大成长 字尾加th就变成名词 长大成长的名词是可以指的growth 都是东西的增加 the growth of something 东西的增加增强成长跟发育 c呢 special 我们学过special special是特别的形容词 加上I子 再加ation 变成一个名词的专 一个名词的整体状态 当一个人被特别化了 这个整体状态 一个人被特别化 表示这个东西是你的特别的东西哦 是你的专业领域 是你的专业化 东西专业化叫specialize 后面加上ation就是一个人专业领域 叫speci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好专业领域也可以用这个字叫specialism specialism 不管是加上ation或者是ezen 这两种都是一种名词字尾 好名词字尾 表示一个整体的领域 整体的状态 专业领域 好 诸选项也一样是从动词来的 叫improve 什么是improve improve这个字就是改善动词 改进动词 improve 字尾加上ment 变成名词哦 所以现在这个单词变成名词了 就像这个ation 像这个lesen 它们都是名词 好 那我们这题答案是在考这个叫做专利权 叫pattn pattn 好最后一题 the employees 各位帮我把这个employee画起来 employee 这个单词是你要会的 employee 一一结尾的是指员工 那字尾加上e加上s 表示员工们 很多员工们 好 员工 员工们叫employees 字尾加s是复数 所有的员工们都非常的有意愿 willing 有意愿 很有意愿 很意愿的 叫be willing to 他们都很有意愿的 do their best 什么叫do their best 尽最大的努力 尽最大的努力 就do your best to 他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增加 好这题在考增加 增加出了increase 在我们这一课学到的是advanced advanced 答案是这一个c选项 他们都很愿意的去advanced advanced advanced 这个正是增加的意思 所以呢所有的员工都非常的有意愿 有意愿叫做be willing to 然后呢 do their best to do something 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去尽最大的努力 叫做do the best 他们都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去增加 好所以这题在考增加 增加自己的公司利润 好 所以这题答案就会是c advanced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对整家公司的interest利润他们都是想去增加的 这样增加大家都一起赚钱 好答案是c 剩下的a呢 我们看a surpass sir 是往前的pass是超过 往前超过叫超越胜过自己 我们来看课本给的例句 roger broke the record and surpassed himself again 我们的roger他很棒哦 他呢不但是broke the record 他打破了所有的记录 而且他还surpass他也超越了自尾加ed 他也超越了他自己的记录again 他不但打破记录也再次超越自己 好这题在考surpass 再来b选项specialize 有没有看到 通常呢ize结尾都是动词单字 好那这个specialize是在哪方面是特别的 你在哪方面特别表示你在干嘛 你专攻你专门研究 然后in后面加上你的领域 所以他在在什么方面 在后面这个ing上面是他的专攻礼物 我们来看看例句哦 specialize in doing something 当一个人专门研究in后面加ing 专门研究什么事 可以用这个片语 叫做specialize in 例如my company specialized in in making handcrafted furniture 我们家的公司哦专门在specialize 专门专攻专门研究哪方面呢 in making 专门在制作handcraft 什么叫handcraft handcrafted的就是手工的 我们家呢专门在制造making handcraft 手工的furniture 这边是我们的专攻领域 好专业供给这样的一个making 这样的制造叫specialize 好再来诸选项叫research search是搜索 搜寻 re是再一次again 所以再一次的搜索 再一次的搜寻 表示在研究探讨 叫做research 好所以我们这题答案是C哦 这题答案是C 好那这是我们的21回企业发展的